大家送上吉祥如意的祝福 请大家呢 把起书上的谱习心和我一起念诵接下来的一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Semnumaidinji ngandunam Tese ne jubi na varajang Majrojo jubi semjima Puraare do bina jubi Cinkha june bu tre be june Pala maayne jeje june Dunga ye da nyomine bar Duntuzam gu bedelaba Le jjavadunji chalamju Nirju nyamkhe shindiru Dharang shindiru bai Dunga ye da nyomagang zonanje Medagenggo zonje nje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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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agenggo Medagenggo zonje nje da nje dagtungwa zonje nje Medagenggo zonje dira Medago zonje d laun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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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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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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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这一个寿命很长 时间到我的英云 具足了之后呢 那他们的必定需要轮回 那看我们这些非常弱小的这些人类 甚至没有神通 也没有办法可以逃过这个生死人为的这些众生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是非常非常的渺小 那我们呢 必定会死去 那与阿修罗相比呢 我们实在太毛小了 那我们呢也必定呢 会因为无常的到来呢 让我们失去这个人生 那请大家呢 一次年呢 进行 接下来短暂的成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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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的方法是其中一个观五常的方法 接下来我还会跟大家介绍其他观五常的方法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说怎么样观五常 琴琴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孩 越来越第三岸 女孩 主持人 阿嬤-阿嬤-阿嬤 那接下来呢我们以观圣者来说明这个无常 那从经典上我们知道有出现一位佛陀叫做释迦牟尼佛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经典或者是通过这些传记呢 来了解两千多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是出生在我们这个世间来说法 那现在呢对于他呢我们只能够呢从书本上 从经典上或是从专辑上 那来了解他 那也从世界各地的这些佛塔 那来了解他知道他的存在 那佛陀呢一出生甚至正到在这一个人世间呢 他到最后呢也会入涅槃 那我们这个人生呢那是多么的这个微小 那我们这个人生是因为这个业缘所结合而出生的 那我们呢必然有一天呢因为这些业缘的关系呢 我们会死去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呢以此年来进行短暂的这个释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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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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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如果能演出,可以 Ling 你听的我说没他妈的 我给他们谢我了 让我看起 你让我赞了 我给你救赞 那什么的 接下来呢 我们观佛图的这些学生 那这些阿鲁汉 有加塞尊者 阿南尊者 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阿鲁汉尊者 那他们的出现呢 现在我们看不见了 就通过这些传记 或者是佛经里面的记载 才能够得知他们的出现 那目见连尊者呢 是神通第一 那他呢 拥有非常大的神通 那他可以呢 把这个整个世界呢 放在他的一个手指上面 那有着降大的神通呢 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得见了 那我们这些众生 人类的众生 我们呢 有一天呢 也必然会死掉 那必然呢 会堕入轮回 那我们呢 接下来呢 有一次年 来做短暂的彩修 我对你人之后 对你来说 也不要摇住 我做短暂的彩胖 我做短暂的彩褥 我做短暂的彩胖 我做短暂的彩胖 那我只需要 我希望从小学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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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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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